大家好,我是阿甘 今天我要介紹的樂團 是來自瑞典的Arch Enemy 他們的曲風是一種來自北歐的重金屬曲風 叫做旋律死亡金屬 我之前講的金屬的這個曲風 他給人的情緒偏向憤怒比較多 而旋律死亡金屬帶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種源源不絕的 那剛剛說這個曲風來自北歐 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北歐這個地方盛產重金屬樂團 而且密度為全世界最高 今天我們要講的Arch Enemy 是一支年代悠久的樂團 他們成立於1996年 樂團經過兩次的主唱更換 而且後面兩位都是女主唱 好看 還蠻好看的 那這也成為他們這個樂團的特色 在2000年的時候 主唱被換成來自德國的Angela Goso 換了主唱之後的新專輯 Wages of Sing 獲得巨大的迴響 樂團的知名度也瞬間提升 Angela Goso證明了 女生唱金屬也不會輸給男生 他也成為Arch Enemy 的標誌性人物 之後他們穩紮穩大 繼續寫歌詢諺 專輯也屢創佳金 一直到2014年 金屬音樂權發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他們高人氣的女主唱Angela Goso 因為生涯規劃的關係 宣布退團 身為樂團的門面 主唱退團的衝擊是非常巨大 但非常特別的是 Angela Goso 其實並沒有離開 他決定轉到幕後當樂團的經紀 蛤? 主唱變經紀人這個很罕見 為什麼? 這是因為他覺得原本的經紀人有一點剝削 他想要讓團員賺更多錢 所以他決定自己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需要一個新主唱 Angela Goso 他親自找來一位加拿大的女主唱 Elyssa White Glass 也就是目前的主唱 他們的交情本來就不錯 而且還相信Elyssa絕對有實力接下這個位置 但尷尬的是 Elyssa其實自己有一個樂團 叫做The Agonist 而這個樂團也玩得有聲有色 所以他如果去Arch Enemy的話 就等於他要離開原本樂 加上當時他們正在準備一張殺手級的專輯 所以說Elyssa要退團這個決定 可以說是非常的為難 不過最後 因為Elyssa跟團員的創作理念有出入 加上Elyssa本來就很崇拜Arch Enemy 這個機會感覺就是天上掉下來 所以Elyssa還是毅然決然跳槽 等一下他是獵人頭公司喔 怎麼從主唱變成獵人頭公司的老闆 不過這也就等於同一時間 兩個知名的金屬樂團都換了主唱 大風吹 所以在當時來講算是演大師 那我自己也是從Elyssa加入開始 才注意到Arch Enemy這個樂團 我最喜歡兩張專輯 就是她加入之後的 Will to Power 跟 War Eternal 這一張 當然Elyssa用她的唱功和舞台魅力 證明她的加入絕對是正確的選擇 這個部分我在2018年的台灣演唱會就有親眼見識到 天啊 那說到Elyssa 她其實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她一直致力於推廣速食和維護動物權力 之前因為抵制加拿大的海豹獵捕 獲得善待動物組織的年度動物解放獎 哇你喜歡樂團 是不是都這種類型 我也不知道而且她們都金屬樂團耶 然後她也會常常在她的IG放一些可愛動物的影片 就跟她在舞台上面的形象有點違和 那她因為從小生長在素食家庭 後來自己又開始吃全素 所以一輩子沒吃過肉 但她從來不會認為這跟金屬樂的精神有所衝突 她甚至覺得吃素是一件很Metal的事 因為你在打破這個世俗的框架 你剛剛是不是想接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那她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標語 同時也有印在她自己出的T恤上面 就是 Death in my metal Not in my meals 而且就在最近喔 她跟她的聚聚男友 推出了全素的蛋白粉 標榜有機無添加 而且連公司的經營者 都全部是純素食者 最素那種 太素了 那如果不是素食者會不會感覺出來 我不知道可是她就是說 她公司的經營者都全部都吃素 而且是純素 有過素 所以看完她的經歷 不要再覺得聽金屬樂的小孩會變壞 重點在於人 不在於曲風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小遊戲時間啦 我會選出五首曲目 看看你們聽完之後 最喜歡哪一首是不是跟我的一樣 這五首分別是 World Eternal As the page is burned You will know my name The reason to believe The world is yours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You will know my name 那其實真的很難選啦 我剛列出來五首我都超喜歡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You will know my name 的下面那一首 The reason to believe 欸這一首 沒有啦 因為其實 我覺得它可以在那麼短時間內 那個Vocal的差距這麼大 我覺得它有唱腔轉換很厲害 雖然我覺得還蠻突兀的啦 就是那個 曲風 不然瞬間轉換 那當然他們好聽的歌不止這些 我會在下方資訊欄列出我推薦的歌單 大家有興趣可以贏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追蹤我們的Facebook IG跟Twitt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走啊吃素啊 我真的怕哪一天我真的吃 必要